标股新天地 标股新天地 轮源投顾陈学静分析师主讲 前国内法人代操部门主管 工商时报绩效竞赛全国纪录保持人 深入产业第一线 挖掘第一手情资 专攻主流产业标股 精准掌握主力大户筹码动向 为您创造最大的财富 欢迎收听 标股新天地 轮源投顾109年 尽管投顾新字第010号 欢迎亲友朋友 准时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每天晚上9点标股新天地 好 今天台股怎么看呢 赶快来邀请我们的专家登场了 轮源投顾陈学静大师兄 欢迎 亲身好 各位公众的一个听众朋友 大家好 老师好 我这样子太欢乐好像不太好 今天应该很多人 心都快碎了 对啦 都是那个人 那个头发飞起来的 金黄色头发的人 说了一句话之后 台股已经连跌了 跌到我们心晶晶的 这样子 好 今天家园指数跟贵买指数 其实都同步的下跌了1.5个百分点 这跌幅算蛮重的 好 在今天怎么看呢 而且我知道今天大师兄 要针对于红海的部分 发出一个紧急密令 对不对 没错 赶快 只有我们大师兄可以帮助你 怎么说 稍后仔细听 请教老师 没问题 那今天台北股市真的是杀很大 那主要原因当然就是 川普效应的影响 那尤其川普说 台湾抢走他们的一个生意 他们的一个金片生意 所以台湾如果要美国保护的话 应该要付更多的钱 所以也引发的一个市场的大震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除了少部分的一个个股 比如说包括的一个 网通股的联光通 重器 还有真空间度设备的一个 博腾 工业电脑的一个威强电 那航太 干领股的一个PolyKY 四星科 生技的一个类股的一个训练 训练基因 还有资产营件的一个金城 海岳全冠件 包括我们近期 我们带着我们全国会员朋友 所锁定布局买进的一个贯德 贯德今天持续大涨 恭喜 所以除了这些少部分的一个个股 那今天能够力挺的一个收红大涨之外 那么其他的一个股票 几乎是全金结末 几乎都是直接的一个开低的一个 重挫的一个大低下来 那么虽然美国的一个大权不见性的一个因素的升温 加上的一个台股涨多之下 短线上难免或有震荡 我想这一点我之前都提醒过大家 但是对于短线的一个震荡拉回 短线的一个恐慌性的一个拉回 在这个地方是该恐慌害怕或者是见烈信息呢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高档我们获利调节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股票之后 比如说最近我们获利调节哪些的一个股票 包括的一个宜兰特快车 3289的一个宜特嘛 宜特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在4月24号122块 9点42分 我相信你有持续锁定我节目 你应该都很清楚 当时我直接接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直接买进两成的多单 买进之后你可以看到大涨上来来到161.5 我们顺势开心获利出一半 我也都告诉过大家 你看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就超过的一个32% 高档获利出一半之后 然后你可以看到今天就是怎样 持续的下沙拉回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高档我要出啊 因为你今天你高档有赚你不出的话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来一回 真的是差轻追 甚至包括的一个2059的窗户也是一样 专门这一次最后一次我们买在6月6号1120块 那这一波大涨上来来到1410块 在7月8号的一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把高成本的一个加码单 给顺势获利换口袋 我相信你有持续锁定我节目 你应该都非常清楚 你可以看到在1400块获利换口袋之后 今天盘中最低来到1170块 甚至包括的一个鸿海 我相信红海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全市场真正能够带你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脸上 就是大熊我 然后这一波大涨来到234.5 当很多人又开始疯狂带你去做追加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天7月9号 我们要把高成本的一个加码单 给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 相信你今天你都看到了 如果说大涨上来有高 你不懂得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换口袋的话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鸿海 今天盘中最低下沙来到多少 来到203 今天这个拉回我觉得很棒 因为有拉回又有低接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重点是鸿海可以all in的一个转折点 到底落在什么地方 我想这一点你一定要一清二楚 做到做不到真的差很多 待会我再好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6664的一个群艺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买在的一个6月5号250块 然后大涨上来7月8号346块 我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 我也都事先讲在前面 你可以看到如果说高档你不懂得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的话 你看今天盘中又杀回到多少 278块 包括这个新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7月2号的一个时候 我带会员朋友买在的一个385块 然后大涨上来来到472块 一张价差赚进了87块 10分钟就给你占87万了 高档获利开心放口袋之后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不出的话 你看今天盘中最低又溜回来 又跌到了一个374块 甚至送给大家的一个2449的金元店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我买在104 107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大师兄也大风无事 把这档的一个股票送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然后随着一个股价大涨上来 来到139块 我也告诉大家出目目标已经达成了 你不要再追了 我们已经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了 有没有 有 你可以看到啊 光是这样一趟上来 连转三趟啊 累积加差将近多少 将近五成啊 那如果说你高档不懂得出的话 你可以看到今天盘中啊 又下沙拉回来到的一个116 真的一来一回差很多啦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一个股票 都一定要卖 比如说像2454的联华哥 联华哥今天也是拉回啊 今天也是拉回 今天盘中的一个回撤的一个季限啊 盘中最低来到1250块啊 但是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仍然是持续的看好没有改变啦 如果你今天你跟着我买在的一个5月9号1100啊 5月20号1160块啊 最后比是买在6月5号1220块 当然包含现金股息30.4块 你的成本最后一比是1190块附近啊 就算今天因为川普效应利空的一个影响而拉回 我问你 你会不会担心烦恼 我相信你不会嘛 因为你现在都还是在怎么样 还是在开心获利赚钱当中吧 甚至包括这个4000KW我也没有卖啊 你可以看到今天啊 今天也是拉回啊 今天收在的一个三千啊 2820块啊 你可以看到我买在2450块啊 就算今天拉回我还是怎么样 我一张还是赚了多少 还是赚了300多块 将近400块啊 包括这个1513的一个中心店 我仍然也是持续续报啊 为什么中心店 中店类股的一个中心店 你看中心店我从110、169、116 你可以看到甚至6月11号177 含息3.6块 成本173.4 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带着会员朋友 当我们看好一档股票的时候 是如何从第一档一路布局上来 一路的一个大赚特赚上来 那为什么我看好他 为什么我不卖 甚至最近你可以看到 我带着会员朋友 全新锁定的一个贯德啊 你看贯德今天啊 昨天大涨今天持续的一个大涨 在重新高啊 从7月11号 你跟着我脚步买在58块半 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你看今天盘中最高来到68块6 光是这样一趟上来价差又超过17%了 当然贯德今天大涨上来 不是叫大家去做追价了 如果说你有跟着的一个脚步 一同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破断设好庭力就好了 那么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就是啊 今天因为非经济因素的一个干扰啊 所造成的一个这样 台北股市的一个下沙的一个拉回啊 在这个地方啊 是该恐慌害怕或是建立信息呢 我想各位啊 你一定要知道啊 通常非经济因素的一个干扰都只是一词的 唯有经济人火持续成长 才是攸关股市最终涨跌的一个关键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展望的一个第三季啊 随着一个产业旺季的一个到来 包括的一个AI这个效应持续发挥 还有苹果的一个拉货槽这个启动 因此在产业前景啊 持续看好不变之下 今天因为川普啊 效应这个关系啊 拉回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反而又是大家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又是大家的一个机会啊 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俗话说见往之来嘛 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去年10月30日 当时候的一个指数来到15,975点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因为尾巴的一个冲突 美在持续率的攀升 还有包括美国AI的一个晶片净利的一个影响 使得一个指数啊 一度的一个 这个拉回来到的一个 15,975点 当绝佳机会弧线的一个时候 只要你懂得做把握的话 你可以看到啊 从去年10月30日 15,975点 一波大涨上来 大涨来到多少 来到20,883点 哇光是这样一波的大涨 大涨将近5000点 同样的 在今年4月19号 再次这个发生 因为美国联准会偏因 包括的一个台积电 法说会利空的一个干扰 使这个指数从20,883点 再度的一个下沙拉回来到 19,291点 哇光是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啊 就跌掉了1592点 当很多人啊 又处在的一个恐慌 担心害怕之中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只要你懂得做把握 后来指数又从19,291点 一路大涨 客涨来到多少 来到24,416点 哇这一波又大涨了 5,100多点 同样这一次的一个机会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又来了嘛 你可以看到 第三季第四季 又是产业的一个旺季 然后现在的一个下档 不论是在 22,500点的一个位置去附近 包括这个季线的一个位置去附近 那季线通常又代表的是中期的一个趋势跟方向 在季线中期的趋势持续向上不变 包括下档支撑 22,500点附近又具有相当强劲的一个支撑之下 所以对于短线的一个拉回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又是各位的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把握 很简单啊 来找大兄就对了 尤其你可以看到 大家所最关心的一个2317的一个鸿海 你可以看到鸿海这波买在什么地方 从4月19号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位置点上 成本132.6 4月22号136.6 持新京会员朋友持续买进 就会员再加码 直接加码到四成 持股比例到四成 5月2号146.6 新京会员朋友持续同步操作 直接买进多单四成 甚至5月20号160.6 新京会员朋友同步操作 包括7月3号203 新京会员朋友同步买进四成的多单 买进之后 这波大涨上来来到234.5 高档高成本的一个加码单 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今天的一个鸿海 今天的一个股价 盘中再度拉回来到的一个203 这是机会或是危机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想 为什么我认为鸿海的一个拉回 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其实原因很简单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包括的一个GP的一个200 地表最强的一个晶片GP200 它的一个价格 是传统晶片的一个数十倍 那么这个部分 在9月即将开始放量出货 目前还没有放量 目前还没有放量 在9月即将开始放量出货 然后包括的一个 红海既取得的一个大份额的一个 辉达的一个GP200 AI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代工订单之后 那么在GP200的一个AI的一个数据 红海可说是最大的一个赢家 栏挂的将近四成的一个份额 并且它也独家获得这个GP200 关键的一个原件 NVLIN的一个交换器的一个大单 而这个的一个订单量是事务器的一个这样 机柜量上看多少 上看7倍 这个部分在9月份之后 即将陆续发销 包括这个红海的最大的一个客户 苹果 在今年秋季新款的一个iPhone16 导入AI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应用 的一个换机槽 也将在8月开始怎么样 启动拉货 所以可以预见的一个未来 从8月开始 7月尤其7月 整个的一个营收应该跟6月 应该是维护的增加 但是8月开始 随着一个整个的一个 苹果拉货的启动 包括GP200 开始的一个这样 这个逐步的一个放量出货 所以从8月开始 红海不论是在整个的一个营收 毛利率甚至获利率 渴望大举的一个贪生之下 那我问各位 这一波的一个鸿海难得的一个拉回的机会 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是买点还是卖点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大家都是聪明人 那红海可以all in的一个转折点 到底是位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你想要跟上脚步 想要把握你手上有红海 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掌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么第一个你可以直接透过南安德 直接私讯给大胸 还没有加入大胸的一个南安德 或者是Telegram群组的一个好朋友 务必赶紧做加入 相信全市场只有大师兄才能够帮你 相信只要你有持续锁定我的一个节目 你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那么鸿海可以all in这个转折点 到底会落在什么地方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可以透过南安德 直接私讯给大胸 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大胸都会大方无师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么再来除了鸿海之外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可以再次互置中心店 成功倍速翻转的一个模式呢 大胸都给大家传好 趁着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又是大家的一个机会 想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做好预约登记的动作 明天一旦机会无限 大师兄手把手带你来进场 让你先赚再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拜会再回来 好在这样子的震荡 拉回的这个状况之下 老师的股票真的很耐震 而且还在创高 非常恭喜 这个银剑股的部分 掌握到非常的好 而这个鸿海的一个下跌 其实也是在老师的掌握中 邀请大家想要跟上脚步的动作要快 或者是手中有鸿海 会害怕的也都可以来请教老师 休息片刻把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您参考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如果近期跟我们大师兄一样 有进行一些获利调节 现阶段跌下来 就是我们上车的大好时机 想要知道鸿海 或者是你手中有鸿海 都可以来电哦 0223219933 23219933 当然我们大师兄 还有很棒的活动 也邀请大家直接加入Lite 小老鼠GOLD99 线上也可以咨询大师兄 个股问题哦 欢迎亲爱的朋友 再回来 明天希望会涨 但是不用担心 接下来在叠的时候 我们要预作准备还有要换股吧 请江老师 好的 那如果上一波鸿海大赚特赚的一个机会 你错过或是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么趁着鸿海短线的一个拉回 可以all in的一个转折点 到底会落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手上有鸿海 那么想要把握鸿海的一个投资朋友 相信全市场真正能够帮你的 就是大胸我 那怎样来做掌握 那各位可以透过那样的直接视讯给大胸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大胸都会大方五十跟你做分享 那么再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可以像中心店一样 低档布局买进之后 你的财务能够倍数翻滚上来 大胸都要大家传后 我昨天也跟他报告过一档 八开头第七期的转机股 AI是武器的一个机贵的一档的股票 这档股票很漂亮 你可以看到陈明电放量突破 连标识跟涨停板 光是这样的一个标涨 哇才短时间就已经超过这个五成 那么同样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又是哪一档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可以透过那样的 直接视讯给大胸 或是来电做好预约登记的动作 大胸明天手把手 带你来进场 让你先赚 再说我们把时间交给齐成 好的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大师兄 一起前进 大师兄手把手的带领大家 欢迎把握 好 稍后的活动资讯一定要参考 敬请来电 把这个机会名额不停下来了 时间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陈学敬老师 谢谢你 谢谢齐成 谢谢大家 祝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好朋友 或者是直接来电 02-2321-9933 2321-9933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讯